立陶宛12号举行总统选举 由于没有人获得过半选票 现任总统脑赛达与现任总理习莫尼特 将在5月26号进行第二轮决选 现年59岁的脑赛达 由于坚定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 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47%的选票 现年49岁的习莫尼特 得票率则是15% 外界预期脑赛达将取得连任 这些人会比较适合 而最重要的是 人们能够适合自己的账战 而是所有人都知道 这些账战的账战 是账战的账战 在其他账战的账战 在其他账战 先前传出 脑赛达对朱立陶宛代表处 以台湾秘密有意见 认为应该更名为台北 对此外交部政务次长 田中光周一在立法院被寻使说 脑赛达已经修改说法 希望深化与台湾的合作 12号的时候 记者在问这个脑赛达 万一你选上总统的话 你对台湾的态度是什么 他的语调已经更改了 他要持续跟台湾维持文化 与经济的深化 国民党立委马文君也提问 如果脑赛达自信任期 将台湾代表处改为台北代表处 台湾将如何应应 田中光回应表示 脑赛达必须跟两国政府 在谈这个问题 台湾的立场非常坚定 新唐人亚特电视 此前李张麒麟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